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日前已经表示 4月8日至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 举行联合利剑演习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我也愿意告诉你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我这里愿意强调一点的是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对其纵容支持 我们希望 国际社会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要想保持台海和平稳定 就必须坚定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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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